我們來討論這個催化劑 什麼叫催化劑 就是在化學環運中用來改變環運速率的物質 稱為催化劑 或稱為醋綿 那你改變環運速率 它可以有些讓它變快 有些可以讓它變慢 催化劑參與化學環運後又恢復原狀 它本身並沒有增減或改變 比如說像什麼 像那個刷氧水 刷氧水的話 2S2O2 你給它加那個二氧化母 這個 當這個催化劑 那會變成 水 加什麼 加這個 O2 這個的話 它的話 會怎麼反映 就是假設這個刷氧水 刷氧水 本來它們碰撞以後的話 就會產生水 跟 這個 燃氧 這個當然要越過火化 這個能量要夠高 不過現在 這個 二氧化母過來的時候 它可以先跟它結合 它跟它結合的時候呢 它這個能量的話比較低 然後再跟它結合以後 到最後 它們兩個就合在一起了 它就離開了 它就有點像什麼呢 像那個媚人 所以為什麼叫觸媚 所以為什麼叫觸媚 這個媚人 它右手呢 牽住你的手 然後呢 兩隻手呢 合併起來 它們兩個手就 拉在一起了 拉在一起以後 這媚人的手 它就放開了 放開以後 它們就起環印了 起環印以後就會生孩子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叫觸媚 好 那就參與 這個催化劑參與化學環印後 又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 沒人還是沒人 沒有 他沒人的話 沒有什麼 沒有參與那個 生孩子的那個 工作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二個 一種環印 只適用 一種催化劑 也就是說 催化劑 它本身它有什麼呢 它有這個專一性 它有專用的媚人 譬如說霜水的話 它的媚人就是二氧化毛 其他的 都不能 只有二氧化毛的話 能夠當它們的催化劑 一種環印的話 只有一種催化劑 啊有的環印呢 還沒有催化劑 有的環印的話 那環印比較人類的話 它根本不用 不用催化劑 它就會有環印 當然有些 有些是不會環印的 好 所以這個催化劑它有專一性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點 它說 催化劑不能使 環印花生 也就是說 它 它 什麼呢 它那個不會什麼呢 不會環印的 比如說 中性能 或什麼 反正就是 不會起環印的 你加催化劑的話 它還是不會環印的 也就是說 不會發生環印的物質中 即使加入 所謂的催化劑 也不會有所環印的 還有催化劑 它不能改變 產物的生成量 也就是說 你有多少 環印物 你就會生成 多少 這個產物 它不會什麼 不會改變什麼 它的生成量 也就是說 催化劑不能改變 這個 化學品 是這樣子 它這個催化劑的話 它只會 比如說 假設 這個是一個可逆環印 不過的話 這個的話 不太容易過來 我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舉個明顯的例子 像這個 像這個 四氧化二氮 跟二氧化碳 跟二氧化碳 這個是一個可逆環印 它可以過來 也可以過去 好 那我們假設它有催化劑好了 也就是說 不過 這個很容易產生環印 我們假設它是不容易產生環印 那你不容易產生環印的話 那我現在給它 加入催化劑 加入催化劑以後 它就容易環印了 容易環印的話 它正環印它會增加 速率增加 但是它逆環印的速率也是增加 所以它很快就會達到 這個什麼 化學平衡 但是 不會什麼 不會增加它的量 就是說 假設在 在某個溫度底下的話 它的什麼 它平衡以後 它的量是多少 它的量是多少 這個量如果是固定的話 那你加入反應的話 加入催化劑以後 它只是能夠讓它 盡快達到化學平衡 它不能 不能增加什麼 不能增加產物 就是說 比如說它平衡以後 平衡以後 我們假設它平衡以後的話 它是 5克 它是3克 假設它平衡以後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 最後 加入催化劑 比如說 一開始 它沒有 它沒有的話 它有8克 然後開始反應後 最後平衡以後 它是3克 那它是5克 那你沒有加催化劑的話 它反應比較緩慢 但是當你加催化劑以後的話 它反應會比較快 但是當它平衡以後 它就是3克 它是5克 不會說你加入了催化劑以後的話 它 它的話會變多 它變成6克 它變成2克 不會這樣子 它只是加速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加速它 盡快達到 這個平衡 達到化學平衡 也就讓它 速力加快 其他都沒有變 只是 反應速力加快 好 那我們曉得 這個化學平衡 它是個動態平衡 它過來 變快的話 過去也是變快 只是 反應 它 它的速力增加 這個反應 正反應變快的話 逆反應也是 逆反應也是變快 不過這個化學平衡的話 我們下一節 才會再講 不好意思 下一節才會講 他說 不能改變化學平衡 只是讓反應加快 第五點他說 生物體內 也有促進化學反應的催化劑 這種催化劑 我們叫做煤 比如說 比如說 在我們脫衣裡面 有所謂的 所謂的電粉煤 它能夠分解電粉 讓電粉變成 葡萄糖 這個的話 就是促進反應的 這個是煤 脫衣裡面有電粉煤 胃裡面 有胃蛋白煤 不過 這個煤 吹化劑 也有一些吹化劑 它是讓反應變慢 像有一些什麼 一些黃乳劑 這個黃乳劑的話 是讓什麼呢 是讓化學反應變慢 讓食物比較 比較緩慢的 比較緩慢的 虎敗 這個是黃乳劑的功能 黃乳劑也算是一個吹化劑 不過它是抑制 抑制反應的 不是促進反應的 再來我們看看 我們就做個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雙氧水的實驗 這個雙氧水的話 這實驗我們分兩組 一組的話 是沒有加吹化劑的 一組有加吹化劑 假設 加這個吹化劑的話 我們假設是假釋管 沒有加吹化劑的話 我們叫做以釋管 那我現在的話 裝什麼呢 裝這個 20%的 這個雙氧水 20% 30ml的雙氧水 兩個都一樣 兩個都一樣 現在呢 我這個 它有投入這個二氧化劑 投入二氧化劑 它沒有 然後我在這個管口 上面 就 放一柱箱 我就現箱 現箱應該就是那個普通的 我們拜拜那個香 現箱的話你把它點燃 點燃的話只是有一個小火種 那現在呢 它靠到這裡來的時候 因為它有吹化劑嘛 所以它大量 產生這個氧氣 環溢速度要快了 當然產生氧氣以後的話 這個就亮起來了 甚至燒起來 但是這個 沒什麼變化 這個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它變成氧的那個 輸入很慢 輸入很慢的話 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呢 這個有很明顯的變化 這個馬上燒起來 或是說 這個呢 這個什麼 這個火苗的話 看起來就比較旺 這樣子 好 它的環應是 是這個樣子 結果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結論就是說 結論就是說 這個假釋管 它因為有放吹化劑 所以它環溢速度變快 所以它生成氧的那個速度變快 好啊這個粒子的觀點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觀點 就是說我們從粒子的觀點來看 吹化劑是幹嘛的 就是改變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反應途徑 改變反應途徑的話 本來沒有加吹藥劑的話 像是刷藥水 它是直接碰撞的 直接碰撞的話 它是 有比較高的活化能 比較高的活化能 比較高的活化能的話 你越不過 那你能量只有在這裡的話 你就越不過 但是呢 我加入一個什麼 一個醋煤 我醋煤的話 通常男的 跟沒人接觸的話 比較不會害怕 所以那個障礙呢 比較沒有 就能量比較低 然後呢 沒人跟女的話 他們之間也沒什麼障礙 所以能量比較低 牽起來以後的話 然後呢 再讓他們手牽手 那能量 能量當然就 比原來的沒有沒人的話 能量要低啊 也就是說 他 改變的反應途徑 本來沒有沒人 沒有沒人的 現在 有沒人的 改變了他的反應途徑以後 結果他的活化能就變低了 活化能變低以後 他越過活化能 他的呢 機會呢 就增高了 也就是說 他們結婚的機率就增高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栗子觀點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一些實例 有催化劑的一些實例 比如說 這個 第一個實例就是 米漢 在口中 久絕 會感到 有甜味 為什麼會感到有甜味 因為你口裡面 脫液 脫液裡面 它有那個 澱粉酶 那澱粉酶 它會分解這個澱粉 澱粉 它本來是沒有甜味的 你分解澱粉以後 澱粉會變成 變成那個葡萄糖 那葡萄糖它有甜 就是變成糖 就對了 就澱粉以後 分解以後 變成糖 那糖本身有甜味 所以你攪一攪 攪一攪的話 會覺得 你口裡會有甜味 這樣子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點 第二點他說 酿酒的時候 酵素 幫助 葡萄糖發酵成酒精 你在這個 酿酒的時候 比如說 本來是水果 水果裡面有糖 有糖的話 你加入 一些酵母菌 酵母菌的話 它會分解什麼呢 分解這個 葡萄糖 讓它變成什麼 變成酒精 那就花燒糖酒精 酵母菌的話 事實上就是什麼呢 事實上就是催化劑 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他說 有些催化劑 它會抑制 化學環因素粒 使環因 減慢 比如說 黃乳劑 就我剛剛講的 這個黃乳劑的話 它是抑制環因的 可預防 食物 它變成 我可以訪問 我 放回去